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分者将获得日本东京双人来回机票 并拿走剩余的来宾车马费 今天的题目呢和参赛者的领域相关 所以呢我们会围绕在工业中的工具机产业 亲爱的叉政政少年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 我在买工具机的时候 你还在包尿布呢 工业大小事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就算你是工业界的老江湖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这样而已 第一题台湾工具机一年的产值 A 约100亿 B 约500亿 C 约800亿 D 约1200亿 请阿宰师回答 我们政府很有钱啊 1200亿 正确答案 阿宰师很厉害哦 那个啊 掏钱啊 哦 要吗 要掏钱吗 哦 使不得呢 陈董请加油 我会加油的 你们两个车马费息一起算了 根据国际研调组织Gardener Publications 最新一期统计 2022年工具机产销报告统计资料 产值为39.3亿美元 大约为1179亿台币 下一题 台湾工具机产业发展多久了 A 20年 B 40年 C 50年 D 60年 陈董请回答 C 50年 我刚出生的时候吧 对啊 丁 陈董错了 你几岁开始做工具机了 我35岁 你35岁做工具机 现在113年 然后你35岁开始做工具机 所以我要扣掉 你又不知道他几岁 对我不知道你几岁你几岁 48 蛤 你48 48再加10 既然连你都透露出来怎么办 没有 你快60岁了 没那么多啦 看不出来 差不多 没有 我的惊讶是我看不出来啊 对啊 我知道所以我说我看不出来 所以如果陈董48岁的时候他应该是50年 那如果陈董是58岁的话那现在应该是60年 所以你吧 D 60 正确答案 哦 不好意思啦 没关系 做工艺就是要认真做 是是是是 你早期怎么这么大 我早期18而已啊 答对 答对 18 1960年代随着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 将机械工业列为发展重点 工具机产业略有雏形 重工业快速发展 1970年代台湾从劳力秘籍转为资本技术秘籍 工具机产业就此迈入起飞期 1967年洋铁开发台湾第一台高速精密车床 下一题以下下列合者不是工具机 A 牛床 B 洗床 C 磨床 D 拉床 我要讲完D你才可以按 没有 哦不行哦 他被先抢答哦 还有这种 牛床又不是啊 你错了 以前我们牛床也是一种床 有一种牛头抱床 哦对 牛头抱床 牛头抱床你不知道吗 台中经济就是牛头抱床洗掉 点写一个牛床啊 这个题目有问题 宅宅捐2000 这个牛床可能是 他们的牛会需要睡觉 牛床 对 应该是说他回到他定义工具机设计 是CNC的意思还是 那如果是牛头抱床那个时候 是还没有电脑室位控制 对没错 因为今天没有CNC抱床 牛头抱床 一般还是以传统的牛头抱床为主 没办法还是认读无输 还是一样再捐了 你看看我这衣服的气度是怎么样 那我们进入下一题 请问工具机产业链不包含下列哪一项 A 轴承 B 刀具 C 金属靶材 D 控制器 请强答 不包含哪一项 是C吗 正确答案 靶材包含哪些啊 对啊 为什么是靶材 为什么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因为我其他三个都对啊 但是因为C的话比较不可能而已啊 好那我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工具机产业链通常包含各种元件 例如轴承刀具还有控制器 这些元件会协同工作 然后去实现机械的加工 然而金属靶材并非常见于工具机产业 它通常是跟半导体的制造相关 拍太多了 拍太多被误导 对啊 我觉得金属的话听起来就是跟 就是金属工业啊就跟工具机应该是相关的产业啊 哦他是说工具机产业链哦 产业链 就像你们公司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A B D应该都会买到吧 对这个是基本的一定要 C就不够 这也这也是陷阱体 我们工具机也可以做出那种金属的东西 对 可以 因为工具机也可以产出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小小的那种 没关系这个也是刚好我在学习的时候 仔仔请捐钱 哦对啊 我换你了哦 嘿嘿嘿 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 人民行大运 前面先让你三题 剩下就剩下都是你的 好了 下一题 我们台湾工具机产业2022年出口金额排名全球第几名 A 第一名 B 第五名 C 第十名 D 第十六名 D 第十六名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 B 第五名 B 第五名 B 第五名 答对 最高的应该就是德国 我们就进入加分题吧 加分题规则 赢的人呢 可以加一分 或者是打对方一下 用什么打 铲子吗 没有准备铲子 加分题第一题 驚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于民国几年 要啊 耶 什么东西 回见整代很久了 一定要先在那 你要先讲啊 你说不你讲错 你说不你讲错啊 对对对对 好等一下 我已经整很久没判我啊 我们请陈董回答 驚喜科技创立于民国几年 2000年 民国几年 2000年是民国89年 89年 答对 你确定政府立案是在89年吗 这个台湾一些公司网都可以查得到的 没错没错 你是真的是欠揍吗 下一题 台湾工具机产业外销占几成 A 3成 B 5成 C 7成 D 9成 几成呢 C 7成 C 7成正确答案 工具机业者呢 他们的内销跟外销主要是 外销是占7成 7成以上是出口导向的一个产业形态 下一题 以下何者不是工具机展览 A CES B Gintoff C Amo D CMTS 我好像没有听过 什么叫CES的展览 下面三个我们都拍过 大家拿钱出来吧 不用听答案 A CES 正确答案 CES呢是美国最大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B Gintoff 日本国际工具机展览会 C Amo 德国哈诺威工具机展 D DMTS 台湾国际工具机展 还有一个补充就是国际三大工具机展 还有一个是美国芝加哥展 你有去过吗 芝加哥有啊 今年耶 今年有芝加哥展酒业啦 有这个兔里郎跳舞吗 没有兔里郎啦 但是有那个 没有啦 不能再说 再讲下去就糟糕了 芝加哥就离那个密西根湖很旁边 所以可以去那边玩 那边很漂亮 可以去冲床啊 冲不是冲床 冲床 船 做船 我以为你是做什么 可以带你女儿去冲床 来来棍子吧拿来 嘿嘿嘿 我已经又等很久了 陈董你需要这个吗 现在分数差不多 两位请加油 还剩下两题喔 到底是谁可以拿到 东京来回鸡汤 我刚才有捡你钱吗 好像没有 很诚实 很不错 诶没有勒 我刚才这张最多大 是吗 是吗 我累了吗 累了 你累了吗 要喝什么 这张叫老鞋针 那接下来 这个是很关键的议题 我们 今年TNTS 的主题是 这是复选题喔 A DX 数位转型 B GX 绿色转型 C TX 技术转型 DFX 未来转型 好 我们请陈董回答 DX B GX 这两种 你确定 确定 确定吗 正确答案 这次TNTS的展览主题是 双轴制造 永续未来 DX & GX For Sustainable Future 以数位转型 DX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以及绿色转型 GX Green Transformation 为两大展览主轴 为两大展览主轴 鼓励参展商聚焦展出 两大展览主轴商品 展现台湾工具及产业 持续追求技术创新 转型升级的决心 好 目前的战况呢 是平手 那我们现在进入 再加分的环节 这题加分题呢 可以赢2分 或者是 打对方2下 请问 Lucy是几月几日出生的呢 请抢答 这两算什么加分比 这一半就是 就是我出的 那是3月22号 喔是3月22号吗 年龄就不要再说了 好年龄18岁 正确答案3月22日 什么东西 好吗 好请陈同选择要 加2分还是 打2下 加2分 加2分 好OK好 就不要打了啦 那我们再问仔仔一次 请问我的生日 是几月几号 大概30秒前才讲过喔 3月12号 3月12号 不是吗 有没有3月12号 好我们下一题 我们下一题 哈哈哈哈 3月22号 真的很欢迎 3月22号 下一题 参观者没有办法在 TNTS的展场做什么呢 A 登入TNTSAPP 免费进场参观 B 吃香肠 配啤酒 C 看到台湾工具器产业的最新技术 D 9点入场参观 请抢答 仔仔请回答 就回答 大波 不要 有一点 9点入场参观 历 Lena 9点入场参观 很難耶 對啊 那個味道不行 很難嗎 沒有喔 因為這次的展覽有很多多元的周邊服務 有很多美食車 胖卡餐車 台皮啤酒車 然後還有很多人氣的排隊餐廳 會進駐到展場裡面 今天台皮有贊助喔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知道 台灣啤酒很多廠商都會去那邊 因為有老外會來 對對對 德國香腸可以的 台灣香腸可能不吃 德國香腸那種比較沒味道 如果是吃德國白香腸配啤酒 聽起來還蠻棒 他吃的是台灣香腸還德國香腸 我覺得你要到現場看就知道了 應該是德國香腸 台灣香腸可能 要來 今年TNTS會在3月27到3月31日 在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二館 然後每天的話是10點開放入場喔 可以在TNTS的官方網站或APP上面 線上登入然後免費參觀喔 第一展覽主題為 雙軸製造永續未來 DX & GX for Sustainable Future 以數位轉型綠色轉型 展現台灣工具機產業不斷的創新趨勢 第二是生態系展出 工具機與零組件的生態系展出 提供買家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 第三就是剛剛提到的那些美食餐車的 多元周邊服務 尤其是TNTS的APP主推 數位觀展的體驗 利用數位工具打造綠色展覽 仔仔請捐錢 哪失望錢啊 哪失望錢啊 要一千塊啊 這樣什麼 一千塊啊 沒有這一千塊啊 這不是你的失望錢嗎 剛剛講的 這昨天吃飯那個剩下 這不是 那是什麼那個 越南店泰國店 跟幹部換錢 是喔 喔 這是給小慧用的就對了 就真的應該知道吧 這我不太清楚 就要問你自己 我們來公布這次比賽的最終結果 陳董呢可以保留我們的來賓車馬費 六千元 恭喜 謝謝謝謝 謝謝 仔仔的話呢 是可以保留車馬費三千元 歡呼 耶 這比我出去做一次還沒說那麼久 那我們這次慈善工業智慧王大賽呢 總共呢會捐出公益捐款 一萬一千元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這次的最終獲勝者是 陳董市長 謝謝 這樣還是老的啦 欸 這樣你知道嗎 但是感謝陳董謝謝 謝謝 那大家記得3月27到3月31 然後可以去看TMTS的展覽喔 到時候我們可以去現場 吃香喝啤酒 耶 吃香喝啦 這次沾很多嗎 有 這次有在南港展覽館一館二館 然後有展出了超過600家的廠商 然後3350個攤位 非常厲害喔 超大規模 所以你們也是其中一家 當然是啊 感謝我們那個TMTS給我們一個展示的平台 下次可不可以換大一點的位置這樣子 恭喜今天獲得兩張日本來圍機票 然後我們機票還沒有那個航空公司幫我們贊助 那陳新宇長龍有沒有機會來買一下這個 喔這個這個Logo這個名位 阿露西我們哪時候去日本 下次金頭服 金頭服我感覺不錯 我們去看映画 謝謝 謝謝 哈囉大家好我是草莉 我是賀龍大家好 我是Pia哥 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我是吳子 我是志祺 我是徐波 哈咪Videocat網紅館 發燒搶片14天搶先看 恰恰 可惡 一張喜劇大片未圓無限看 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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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podría辣人嗎 他們 我